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新任主席加拉格爾 在接受《華盛頓時報》專訪時表示 美國正在覺醒 但我們覺醒得太慢 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由中議院共和黨人在本月成立 只在應對一系列的中共威脅 包括南海軍事化、蝕取美國知識產權 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脅迫等 加拉格爾表示 委員會的一大任務 是解決美國對共產中國的經濟依賴 而這次疫情已經暴露出美國經濟的關鍵領域 例如醫療和製藥業都嚴重依賴中國 同時美國的大公司 好像蘋果、波音、Tesla等 在中國的業務迎佔較大的比重 另外加拉格爾還批評五角大樓缺乏足夠的計劃 應對中共可能對台灣發起的武力攻擊 他主張美國應進一步加強在台灣及周邊地區的防禦